其實那個有幾個同學也很關心說這個進度有點太慢 事實上不會啦 會 我們國中的進度到目前來講的第二張 大概兩邊都很慢 我都講兩邊都很慢就不可能 但是你們的範圍真的很廣 尤其是 你們第二張已經講了細胞了 有沒有細胞還沒摸到 但是你要知道這個東西本來在國中高中只能摸到 但是我覺得這個書雖然說他的翻譯見得很順 但是他有考慮是他其實在前面做一些開始講生物學的基礎 尤其跨學的部分是一個我們後面再講的話都用得到 所以他就把這部分先完成 那這部分實際上有點困難 因為有些同學跨學沒有那麼的完整 有沒有 事實上是很困難 但是我們先做一個出略的一個介紹 那後面再講的話也有概念 那前提是 我要講我們在讀書的習慣上是你隨時要去找餐廳資料 所以前面這兩張實際上就是後面學習的參考資料 有些東西你如果忘記了再回來看一下 那如果再忘記的話 或是有些東西講得過清楚的話 就要再往就去找資料 那習慣是往外面找資料 不是一直在看這個書 我已經講過這個書 或者是我們目前用的高中課本 都不夠完成 但是你要找更多的參考資料 所以你要去找 有些寫的比較清楚 要去找 金醫的高中生物課講得滿顯的 這邊有 金醫有講這個嗎 但是他就是化學 因為大部分的 生物有高中生物 我有去看高中生物 他都會看高中生物 他會看高中生物 他會看高中生物 不會 因為他講很淺 他講得很淺 這個基本性 金醫的生物 他比較是一個整理 他沒有講太多細節 所以你拿下一個就是 你要不欠害一個同學 I am not allowing you to be out 好 那個 這老大 對對對 太香了 OK 等一下 真的嗎 有嗎 有嗎 不是 有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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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最後一節 第七組 第三組 那是第三組嗎 等一下 第一組現在沒有講 對 第一組一開始講 有啦 他們講這一個組 所以他現在回到第一組 回到三組 那是第三組 這是第三組 這是新的 不是三一二 我們現在回到三 我們上禮拜本 有時候要 一二三下來 然後 你說那個 第二組跟第三組 換一下 換一下 然後 所以現在又回到 不對 他現在回到第一組 所以他們結束換什麼 所以他們結束換什麼 就換第二組 對 又不是原來正常的循環 上次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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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來 所有的軌 手機體 剛開始 他都是從 同一個身體 從 同一個來 他如果同圓 應該是 這個 意思 他們 剛開始 都是相同的 後來就分裂 分類,分到不同的群組,分到不同的樣子 他有說,你可以看到這個大白質的排序 去看看什麼跟什麼比較有近性相關 就是大白質的排序越近的,他們就是生物 生物越遠越近 你知道嗎? 對,其他兩種反應他的解釋 這一節的解釋 他有說,只要你被分 就是已經分類一下就很難走回去了 但是,你被分成群組形 那你們只會越分越開,越分越近 OK,他這個說法不平嗎? 除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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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非 沒有,除非才會有分類啊 除非才有演化,除非是演化的技術 但是,你在除非玩家 除非到變為原來的樣子,並不容易 真的 那個兒子的樣子,整環體 就是像那個,上次那個冠神講 金魚的故事 他回到,像那個 你說的是,胚胎嗎? 胚胎形成的過程有點像是 他重現的那個,怎麼進化的故事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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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人類的樣子 人類的樣子 一定有繁殖的變樣子 但是那個,通常很難適應的 通常,就是只是一個 對,通常只是那個過程 其實像人類,人類如果繁殖 應該不會有問題 來,東西長出尾巴之類的 沒有,有,有,有 有,有很多毛的 有可能 不是,有可能是有 不是啊,可是,對 他們的繁殖應該說 還是啊,人類的社會那麼多元 那麼包容 他們所有的大靈光,你們去擋 不是,他們很難過 因為他們是少數 然後很活 很活 可能,在這個 重生為一個繁殖的繁殖 譬如說,你現在 你的小孩非常多的毛 你覺得他們都能找到他的配偶嗎 不是,他 他最大的問題是 就是他,他很 有 問題 有些地方 有些缺陷的啊 有些缺陷 有些人是會有啦 有些人是去整齡 他繁殖裡面還在啊 但是 他都只剩繁殖 外面看起來 對,對 他只剩繁殖 他就是穿繁殖 繁殖嘛 對啊 所以他如果實力上面 再去跟人家 距離交配的話 就可以把他的繁殖 繁殖留下來 沒有啊 如果是他有去 有去繁殖的話 因為他基因回到 比較早的基因嘛 那個排列組合 所以他假設去繁殖的話 是有可能的 那是不可能啦 因為在整個大量的部分 這個比例比較小 實驗事故 你要這樣做 什麼時候你會把什麼 你給弄到這邊 所以說 這個圓圓圓是會幫他 痛苦的看起來 不容易存在 對啦 因為他本身在 本身在 在繁殿的後代的時候 他的優勢又很少 對 對 在人的社會 最多不進進去 然後他會轉進去 然後會變成像 恩其者的這個概念 你長出 因為有一天 你長出 你的小孩長出籃頭髮 哇他好帥啊 帥 那你可能覺得說 他很帥 可是他可能才從小 都被欺負啊 這個籃頭髮 馬的籃頭髮超帥 大家 我只是說舉個例 馬的籃頭髮 馬的籃頭髮那麼帥 馬的籃頭髮那麼帥 馬的籃頭髮 演化基本上 我們可以從 這個演化的結果 以前我們在考古都是看 那個 那個 形狀 母頭 長的形狀 長的內容 類不類似 那規長的體現 那基本上 我們在後期 現代的生物學來講 比較靠DNA 還看得出來 就是 你只有拿到有可能 有可能 然後你修完就 不是 那個DNA講說 我們現在從現在物種 只有拿鳥類的DNA 這個鳥類的DNA 跟這個鳥類的DNA 來個比對 來看他們有沒有 是共同之間 就是說 他們的DNA裡面排序上 只有拿著一個 共同排序 所以 假設 我們 按照這樣的方法 然後當有量 夠大的時候 你已經找共同的東西 你不怕長到最剛開始 而且現在目前來講 正常來講 演化 就像我們現在有些 所謂的 佛化石 例如叫鸚鵡螺佛化石 請問一下 鸚鵡螺 它在演化的過程當中 它有沒有當後代 是跟它長進的 有嘛 所以它可能長到螺 長到奇怪 更後面的 很奇怪的一些生物 那這些生物都存在 也就是說 它的後代長相 跟它鸚鵡螺原來長相 差遠大 可能它鸚鵡螺還是存在 所以假設你找到 這個後代的 不同的生物體 它的DNA 跟鸚鵡螺的DNA 就同結 然後有共同的重回 跟它重回的鸚鵡鵡鵡鵡 你覺得說 鸚鵡鵡鵡是這些 生物的動物體 就能不能幫他 所以我聽說 不是DNA 有些生物 就真的就很詳盡 好像很少它 像是人間黑心 對 對 所以 那這樣的話 那這樣的話 就是他們可能 差那麼一小部分 可是人間黑心 久不久它都講 差那麼多了 碼的那個一小部分 放哪個是空啊 怎麼樣碼的一小部分 就是 你說找到那一小部分 就可以說 欸我沒有共同的主線 我覺得 我覺得 你跟鵝鵡是長得不一樣 對啊 非常不一樣 你們的DNA 可能是有百分之一的一小 我覺得應該有百分之四十 隨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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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算是百分之四十相當 那我們可以說 你跟鵝鵡有共同主線嗎 不能 當然可以啊 蛤 我們都有共同主線 不然不會百分之四十 不然不會百分之四十 不是啊 我跟黑心靈都要百分之九一九 對啊 所以說你們的共同主線在近 你跟你的共同主線在很早很早 以前很早 哦 同意嗎 我們現在是設定說 所有生物 都是源自同一個生物 同一個生物 是不科學啊 為什麼 在哪裡科學啊 裡面啊 其實這也算不科學 你怎麼知道 在地球生命 一半生的賴撒娜只產生了一種生命 哇 都兩三種 可能有兩三種不同的啊 在那個時期 誰知道會產生什麼生命的 對不對 他可能同間產生三種不同的生命 一個以淡為基礎 一個是以淡為基礎 有不一定啊 對不對 那後面他演化演化 後面可能又產生一些教育 一些教育都會 所以他可能產生兩個派遣 有一本書叫做群 有的東西要去看一下 那本書真的是他講到一些生物 他說 第一次是講的 對不對 我們在路上生物發展出 人就這麼有智慧的生命 那為什麼海裡面不會發展出 有的 不夠智慧 不夠智慧 所以在群這本書裡面 他講到說 說不定 海裡面也發展出 一種非常高智慧的生命 那這是高智慧的生命 因為他對於人類不破壞 海 海洋生態 所以他產生反應 還要抱 對啊 假如他們聽的是 那種有高智慧的生物 好像早就應該是 買人的感覺 所以他在這本小桌 裡面他講說 看反覆了 他本來覺得他可以接受 因為海夠大 可以抱的能力 他已經受不了了 所以他們可能跟外星 也沒有見得 他就是 那本書裡面 小桌裡面講到群 就是一個獨立霸人生 但是我聽說 新年元化 就是人類的GNA 跟相比性的相似度 實際上也大於 你跟新年相似度 真的 是不是有這個 是有 聽你找出來 有說 我怎麼覺得 可是 跟他說那話 也 可是他跟我們說 那個話 也跟我們話 也不知道 好 第一件事情是 我比較記憶說 你們在聽說的時候 同學 我們在對一種 其實我們講說 科學 科學研究的過程 你聽那種說法 你要先對那種說法 保持懷疑 第二個是 你要找到他的論點 跟他的實驗過程 去看看他的實驗過程當中 是不是合理 如果他的實驗過程當中 都合理 因為我們實驗社會有限 我們不能再聽他的實驗 那他的實驗過程 如果合理 你可以基本上 相信他 他可能反正希致的相信 但是也不能完全相信 當你有這個程度的時候 你可以拿來跟大家分享 說我看那邊報導 他是什麼實驗的 他的實驗結果 是證明說 我們人的 跟酵母菌的DNA相似度 比黑心肌還高 那我可以接受 但是 基本上 就我現在目前的腸部 我根本有接受到這樣 因為我這個多細胞生 會覺得我脊椎 那個 酵母菌就是一個非常 很不一樣的東西 他是一個 酵母菌真菌類的 對不對 那你拿正希臺 跟我當作來比 我覺得感覺差滿多的 我感覺這樣差滿多的 所以我不能接受 所以你們說 可是我看過 拿出來 拿出來 因為我剛剛聽過 都可能聽錯 我可能再轉個 轉個話說 轉個話說 誒那個 當作怎樣 當作 你沒聽過 我就要去拿笨頭 那你拿笨頭 我剛才提鼓 剛才吃飯 拿笨頭 你就聽錯了 你們如果聽過這個說法 就一直要說 我聽過 當作是一個合理的說法 因為聽都可能聽錯 看都可能看 都記很記錯 所以拜託我們 不要相信 太相信自己的記憶跟聽力 拿出證據 好 第二章 我們正式告辭 告辭的段落 好不好 我們要進第三章 好 第三章 第三章 要從第二組開始 然後那個 同學 這一章 講細胞結構跟功能 如果你願意的話 你覺得這一章太難 你真人書講得太素材的話 你也可以去看那個 高中生物 高中基於生物的第一章 我需要它 你去拿 好 你去拿 如果你需要就去拿 然後去看 那個 這邊 那可以對照一下 你要想說 兩個系統 都是你的參考書 你不要想說 這是我唯一的書 沒有 這都是你的參考書 我們要只是按照這個架構來跑 現在跑到 叫做 講細胞結構的部分 這樣子 懂意思嗎 你在這段書看不懂的 也許在另外一本書 會找到答案 兩本書都看不懂的 也許可以在網上找到答案 現在我也不知道 教練考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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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第二組先說吧 細胞學術 生物太精足了 好餓 什麼 好餓 好餓啊 你有沒有吃的嗎 那去吃啊 吃啊 吃啊 我們這一餐節 欸,主人 就不要講 好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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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一章節 主要是講 細胞的 發現細胞的這個 這個 過程的那個故事 就是他這一章節的前日劇組 他主要講的是細胞 好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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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這個 骨客這個人 他 觀察 他做一些 主要是觀察為主 然後經過這些觀察之後 他整理出了 三個 三個 就是 對細胞的一些解釋 然後 譬如 不是他 不是他說到 他是發現到那個 喔 我想錯了 有一個 許來的 許 還有許望 還有許望 兩個人提出的 對 兩項 是一兩項 然後我們第一項就是 他說 所有有機體 均有一個或多個細胞組成 這件事也很容易講過 然後第二個是 細胞生命組成的基本單位 這個之前 對 然後之後 之後有一個 德國的醫師 叫做 Faker 好 這是中文 對 Faker 他在 那個 研究細胞之後 他提出第三項 細胞的解說 也就是 所有細胞 來自你存在的細胞 就是這樣 然後 然後 有一些補充的 就是 呃 對 細胞是維持生命和產生新生命的最基本單位 就是 然後上面 反野 你之前講過 反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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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野也是對的啦 但是 對 然後他有一些調節的功能 然後 例如 就是 就是 他會透過他的就是 攝取養分和排卸 來 進行調節 然後來維持他自己本身的痕跡性 對 然後還有我們 剛剛上個章節 有講到 就是 細胞他還有所謂的 就是 我們講 線 的 顯示的 嗯 好 基因嗎 顯示基因 不是 他想要講 就是細胞大小 還有形狀 更差的 對 就是從 之前我們講過 他怎麼跌過的 對 如果剛剛說 好 對 基本上 這個三支 一張節 我們基本上都講過 我們再說明一下 他的 癌瘀蜜脈 然後有誰 或是怎樣發現 然後誰 就這樣子 沒了 OK 好 有沒有問題 沒有 都沒有問題 雖然都 懂了 我這邊說 沒錯 希望你可以說 簡單的歸納一下 那個 你可以幫我們做 簡單的歸納一下 不要看客人 不行啦 沒有氣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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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剛剛講的 就理解一下就好了 他講說 第一個 細胞 是什麼 所有的生物 分解到最後 最簡單的 基本多少 細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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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細胞 再往下 有分子 但是你有分子 不一定 有生命的東西 最少是要細胞 太細胞 病毒比細胞大 細胞是維持一個 生命的最基本大 一個有機體的最基本大 可是在我們剛解釋 應該不是講說生命的最主單位 是有機體的最主單位 是細胞 不是 他講的 有多的有機體 所有的有機體 他不會老死 他不會老死 他會被破壞死掉 會被吃掉 吃掉 然後你的白血球 把它分解死掉 他不會 一個病毒放在那邊老死 他只要功能失調 那他就會死掉 你所謂的功能失調 有什麼功能 你把它破壞 他的功能也算死掉 我們講 例如說 我如果把他殺死 那是外界的力量 把他殺死 跟他放在那邊斬腦 老死 是不一樣的死法 不是你老死 老死是一個生命的現象 他會老死 但是很多細菌 很多細胞都不會老死 但是病毒事實上是一個 他不會自己繁殖的死 的東西 他不會自己繁殖的 他因為藉由別人 他不會自己繁殖的 他不會自己繁殖的 他不會自己繁殖 那他解釋就出來了 那他解釋就出來了 OK 我剛剛講的有機體 我說這邊的有機體指的是 有生命現象的一個物體 這個有機體跟我們講說 有機生 有機化學的有機 是不一樣的物體 你可以講有機 序族的有機體是什麼 是屬於那個 有機化學的有機體 它是一個有機的東西 有機就是有機物體 有機物體 那這個有機物體 剛才這邊講有機體 這三個是有生命現象的有機體 有機體 所以有生命現象的物體 他們是同志不同意 對對對 接受 OK 好 所以細胞是生命的基本單元 它沒有比它更小的基本單元 病毒是它有一個 就有一組RNA 它沒有別的東西 所以它 在那邊 它不是別人 它就是RNA 所以它就是進去就開始 進去你的細胞圍就開始 進去你的細胞圍就開始 就是它為一個細胞 類似為一個西膠膜 我進去就那一個東西 一個細胞 就是一個細胞 所以它就是不需要 它就是這樣子 進去就開始跟你的細胞圍 對 好 因為我們是什麼 病毒性要解 黏白線 黏白線把它刺掉 分解掉 就是 OK 原種事情都不錯 沒有分解 好 第三件事情 第三件事情是說 細胞學說第三個學說的概念說 所有的細胞一定是來自已經存在的細胞 所有的細胞都來自已經存在的細胞 人類科技這麼發達 這麼厲害 現在人類沒辦法做出一個細胞 人類不能在實驗室 合成一個細胞 就是還沒有 接近也還沒有 人類 现在不能做出一个细胞 就在实验室用实验器材 我讲实验器材 我就把这边各一块露起来 你看这边露我长过后 我再制造细胞 这不算吗 不是做防罩的 闪电 但是做出有支撑是氨基酸 氨基酸被起爆差远 氨基酸连蛋白质他没做到 还没有 所以我们目前做不出一个生命 科学家在实验室做不出一个生命 你不要说我找一个女生 就给他做不是这样的 可是你在实验室做不出一个生命 他不愿意做 他不愿意做 他不愿意不行 好 第二节 第三节 看起来很好的 对 为什么第三节多分 没有 是不是蛋白质 而蛋白质他也没有讲 人只说蛋白质的结果很好 我懂 蛋白质那一张也 好 来第三节看一下 第二节 这是预想的吗 你们都没有预计 对不对 有看过吗 麻烦一下 这次回去 最好你都预许到第十张节照 对 把他看过一遍 其实这不会说难 我觉得他有特别的难 就把他看过一遍 看过一遍 有些的反应 或者是有些 比较复杂的反应 十几月左右 对对 大概就 十几月 二十月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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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有 他都六三耶 我说 第四张耶 你就看到第四张 看到第四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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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地上结束啊 看到地上结束啊 然后这样说的 好 因为我们这里 就两个礼拜时间 有两个礼拜时间 好 那大概就回答 好了 Anyway 反正你要往后看 你不能停在我们 这一次上到哪里 比如上到哪里 哇 如果你看到天上 至少把你要讲的看完 至少把你要讲的看完 对对对 我们第三张看完之后 你要开一看第四张 重点是你至少把你要讲的看完 不要你自己讲的都没看完 然后就 对 好 不要自己看到自己 第三节 就是第一组 可以这样 你们可以拿签笔在纸上 注意一下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重复看 但是你自己要讲 那一节要注意 再多看几点 第三节是第一组 第四节是第二组 第四节是第二组 第... 哇第二组队好长哦 哪里 三十四节好长 第三组 第三组 三四五节 我总到同一个 我们要分分一下 第六节第一组 邪腿很长啊 好 三十七节 等一下 三十七节给第二组 就是这样子太过分了 八叶 三十六六三十七号 好 第一组教師 对对对 没有 第四章的第一节是第二组 先算片到这边 我们是3至4 然后就没了 主要是3至4 就是3至1跟3至4 3至1讲完了 再讲3至4 等下再讲3至4 等下再讲3至4 先讲3至2 然后细胞还有我们的 真有机器 我们也想到 就是看着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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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再讲 细胞还有我们的细胞 就是有机器 这样有必须 然后用这种细胞 有个细胞的细胞 跟细胞的细胞 有些人一样 有些人在外面都游客 所以没有生命的细胞 是一样的 更重点就是 像 细胞的细胞 它内面有一些包气 然后在一些 食物上面是可以在细胞 有一个细胞 有一个细胞的细胞 有细胞的细胞 食物控制 然后是 食物控制 它内面有些人 有些人 然后 对 人家吃饭 或是 这些人都在 食物上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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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不过 可以 好像说 就是说 有时候 吃草的细胞 就是很高气 有时候 有时候 就是说 有两 有两 一堆 吃草的细胞 会 跟病毒 大细胞里面 结果 有時候有時候在放在裡面的細胞 它就變成不會暴死 其實有時候暴力是從這樣 這是一個目前來呢 有這樣的一個說法 證明說真核細胞是跟原核細胞的差異 真核細胞的細胞是另外一個細胞被暴進去的 形成一個共生體質 然後它是演化的過程當中 它把一個真核細胞 把另外一個細胞暴進去的意思 然後後面由這個細胞來掌控 整個遺傳物質 所以那個細胞變成它的細胞核 有一個小細胞被一個大細胞吃掉的意思 非常好 你要問問 怎麼是演化的不靈性 耶 我有問 演化的不靈性 好 你們想要解釋嗎 試著解釋看看 我看到了 在那個 我剛好是借了兩段之間 有一個小細胞 大概是把有左側邊看下來的 就是 原核細胞跟正核細胞中間 它呈現的演化的不連續性 有為是不連續性 是什麼意思 對 什麼就是演化的不連續性 請問 就像我们说假设我们看一个马的眼 没有一个细胞的胞气 它的细胞气不明显 但是它在整个它的细胞子里面去形成 类似胞气的东西 但是不明显 没有很清楚一个界线这样 没有像我们说假设是真的机关 它有细胞膜 它有粒间皮 粒间皮有膜 它有很清楚一个界线 这是一个东西 就是一个东西 很清楚 那细胞的细胞 通常体面来讲比较不清楚 它讲局部在发生什么事情 局部在发生什么事情 它有类似的功能 但是这些东西它们不是一个具体的完整的节奏 是这样 它是散在里面的 它所有的东西都发生在一起 是在一起发生的 是散在里面 比如说在我们这个演化的过程上 通常你可以看到 没有马的演化 这个脚 稍微有五支指头 慢慢的有看到 这边指头 慢慢萎缩的这些指头 慢慢的只剩下中间一个大的指头 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演化的远距性 然后它慢慢的溅 对不对 但是在这个细胞盒来讲 你看这个是原和细胞 里面没有细胞盒 这边细胞盒好像快展出来了 这边细胞盒有了 有看到这个过程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这边都是没有细胞盒 诶 这边都是有细胞盒的 可是它怎么跳过来 你就不知道 诶 这已经证定了解吗 没有 这些都是讲说 这些都是讲说 目前还没有很确确的证域 其实你要讲说这是有证域的话 你可以看你表现 我去养一堆原和细胞 我养它三十年 发现里面突然有一天 这原和细胞盒有一个共生 然后产生症的细胞盒 我说这是一个演化 我重现它了 是 但是你要减少变数 什么意思 搞不好就是 你又不要 你又让它外界的细胞盒 那就是我怎么样把它隔离 隔离之后 隔离之后这演化可能是十一年 就是三十年 对啊 我没法用人类的有限生命 去重现这个过程 所以你用人类的有限生命 我又不知道 一三 一三 蛤 因为有一个女生把这个大脑冷冻起来了 蛤 所以跟女生把大脑冷冻起来了 因为她等于很老孩 所以她应该算是还活着啊 所以呢 她是不是会成为人类最长寿的 只要能够冷冻 不是啦 我听听听听 我请问你现在讲的 你跟我们现在讲的主题 有什么关系 这个冷冻就可以活在一年 还是要被冷冻在一年 还是要被冷冻在一年 维持她冷冻的器具 可以维持三十一年 可以维持三十一年 那重点是 那重点是 没有人啊 没有生命的 重点是 冬眠也需要养分啊 冬眠需要养分啊 你把她冷冻三十一年 她只剩一颗大脑 她身体被 大脑给我养分 你可以灌注 因为她已经冷冻了 她已经基本上非常非常失去 非常少了 三十一年 非常少了 这个东西我不确定 因为很严重 但是我只知道 冬眠她需要养分 跟她讲 她还会死掉 好 那个 冬眠其实蛮有趣的 冬眠 是这样 我不知道新闻 现在是有的 冬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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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她还在 看我 那你进入个睡眠状态 她进入睡眠状态 她进入睡眠状态 原来有冬眠 所以说 有人在说 人类有冬眠的机制 只是不用被触发 那黑心天有吗 不知道 好 黑心天有人 那你应该就有吧 我应该有 你应该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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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你先进不过冷 你先进不过冷 等一下 你把冬省好了 这就很难摸的 算是放五进去 因为大象在里面 好 是 好 第一组 第一组 你要先把大象拿出来 是 是 好 这是一个目标 好 来来来 那个细胞膜 第一组 细胞膜是一个 就是 所有的细胞都有 一层很 很薄 然后长得很像细胞 然后它是 由 先有 蛋白质的 雙层营脂脂脂脂 看下来 可能几乎 这样的话 却創造这个 就是虚偎的 fluent 但是一个 有蛋白质的脂脂 나서 然后它的 主要的功能是 摇摩摩摩摩亚 还有保护细胞 对 我要问问题 你刚说它有保护的功能 那它开放细胞壁有什么功能 细胞壁比较厚 然后细胞壁有稍微一种固定的功能 就是它可以把它的细胞保持那个形状 可是细胞我比较想一个 它比较有张力的感觉 就是你去说它 它有那种变形的感觉 可是细胞壁比较稍微 怎样 我没说过 然后我刚刚刚讲 你刚刚讲它有那个 它有调节物质和细胞交换 对啊 那个细胞壁也有 细胞壁也有 细胞壁有吧 细胞壁怎么会有 细胞壁怎么会有 细胞壁它可以去 它可以通知怎么进来怎么进去 那细胞壁 细胞壁在我目前已经知道 细胞壁通常是发在东湾植物身上 植物身上 植物身上的细胞壁通常是什么 我们前面讲过的 四大类的大分子 四大类的 第一个是什么 三水爆 三水爆 基本是葡萄糖 葡萄糖 葡萄糖组成松糖类 对不对 它组成多糖类 多糖类 有三种 一种是甘糖 一种是什么 电粉 第三种是纤维素 纤维素 所以细胞壁不要只有纤维素補成的 纤维素補成呢 它通常的统气会有很大 它可以 短就可以自由进去 它不会被制止它 它不会判别 谁可以进去 谁可以进去 那可以判别通常只有细胞壁 来决定 你这个物质到底可以进细胞壁 还是不能进细胞壁 是由细胞壁 你可以进出细胞 是由细胞壁的结构来决定 不是由细胞壁来决定 细胞壁只决定它的强度 OK 好 好 最后有问题 你的用具质是细胞的结构 细胞壁 结构是细胞壁 细胞壁 结构是细胞壁 细胞壁 结构是细胞壁 结构是细胞壁 她是有 有先有放白质的主体 那个红色的主体 红色的主体是旁蛋白 它是旁蛋白可以控制特定的东西 就是那一个旁蛋白 它就只能让那个红色的主体 红色的主体 所以它上次的这样白质 没有让红色的主体 但是那一种黄色的是旁旁 然后它散热蛋白质 那个红色这一层 你看它这边写 五大部分的细胞瘤的蛋白质 牵入双层零脂质结构 有没有 第一句话这样写 那蛋白质上有很多种 它这边讲的糖蛋白质其中一种 它其实可以牵入很多不同的蛋白质 那不同的蛋白质它可以做出不同的功能 可以让不同的物质 是经过的细胞瘤 它可以在做这些事情 那你可以看到 在这个细胞瘤你看到 它这个零脂质的部分 它的清水肌 清水肌是在外跟在内 在外跟在内 所以中间交错的部分是脂肪结构 是所谓的非清水肌 是清流肌的部分 它中间结构有清流肌 懂你什么 就是那个脂肪酸的残链 脂肪酸的残链是在那个中间的位置 前后那个头 黄色那个头 它是磷酸根 磷酸根是清水肌 它可以跟水接入 所以这样好多什么 说水分子通过这个西胞瘤的时候 跟这个西胞瘤很容易接近呢 还是容易接近 我刚刚讲的 清水肌是容易接近 所以它基本上 里面的细胞质 实际上细胞质大部分 就是水分子的组成 它是一个水分子的组成 它是一个水分子的组成 我刚刚讲过 细胞里面基本上就是一锅 汤 一锅炸鸡大巴 混在一起的组成 那这炸鸡大巴 混在一起 最主要是跟什么 这主要成分是水 因为水是最好的容器 它可以把这些东西溶解 所以在细胞瘤里面 在这个细胞瘤里面 最主要成分就是水分 所以它可以把这些东西溶解在里面 那水要透过这个细胞质进出 所以这个细胞磨的表面 一定是要清水肌 水才可以跟它接近 对不对 水才可以接近 如果旁边是油脂 水碰到它会怎么样 会变酥水清 对 酥水清水碰到这个细胞磨 会变成怎么样 是摊开 还是变一颗 对 变一颗 会变一颗嘛 一颗跟这个细胞磨的分子 接触面积大一颗 就接触面积很小 基本上水就不能进去 水就不能进出 所以它一定是 跟它碰到在摊开 就是要跟它完全精力接触 但是它怎么样错过 就是为了要挤到水一点 就是说这种细胞 会黏住肤上面的 那是水分跟内进入的程度 水跟水之间有除了清溅 所以水跟水之间 水分跟水之间都会 像浸泥一样浸泥 对 但是如果说假这个表面 有一点清水肌的话 它会弹开 因为它的吸力更强 它会把它吸 它会把它吸 这边旁边的细胞磨都吸进水 它正缠到它 对对对 就把它弹开了 所以假设你这边上一层油 你水滴下去 它就滴一滴的水 可是如果把油擦干净 用水倒水洗干净 水一摊干 它水就是摊干净 那就是清垂性 差别在这里 所以整个细胞磨它需要清垂性 它跟水要进入都很大 那中间的孔洞 我们刚刚讲过了 破散跟渗透之道这个概念吗 那什么是渗透 破散从过膜 渗透是破碎 渗透是谁来动 破散是谁来动 物质 破散是所谓的溶子来动 渗透是谁来动 渗透是谁来动 渗透是溶气来动 那我们要决定渗透或渗透是从膜的口 我们要决定渗透或渗透是从膜的口 你膜上面的孔洞 可以让什么分通过 假设我现在这个细胞里面的浓度很高 我的表面的孔洞很少 我的物质浓度很高 它是不是希望破散不去 可是因为这个孔洞太少它出不去 这时候怎么办 水就会渗透进来 水就会渗透进来 这叫渗透进来 可是呢 你这样子怎么细胞越胀越大 它就爆掉 所以肾浓腕扩散 应该可以说这个是进去跟出来 它都可以进去出来 所以它物质就是这样 一个是溶气在动 一个是溶气在动 就是溶子在动 扩散基本上就是溶子在跑 扩散开 肾浓腕之后 我经过一个抹 可是溶子过不去的时候 就要水进来 我们要溶气进去 好 它是这样的差别 那我 大概是什么呢 紫容戒 哇哟 你看这比 要比大胜还比 要比大胜 哇哟 你为什么要是紫蓉戒 你为什么要是紫蓉戒 紫蓉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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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什么要紫蓉戒啊 我看到你 姐姐 还有你 姐姐的台语 不是吧 姐姐 阿姬啊 拉姊是别的 是不是 就这样 不然还有什么 好 紫蓉戒的意思 你说紫蓉戒 才不是欸 刚开始是别的 紫蓉戒 紫蓉戒 的台语就是 紫蓉戒 紫蓉戒 没有人叫紫蓉戒 好啦 紫蓉戒 好 紫蓉戒 OK 那西方某 我们摊 西方某上摊上蛋白子之后呢 那蛋白子就会形成一种 特殊的结构 因为蛋白子它本身 像蛋白子有时候会是急性 有时候是非急性 蛋白子也因为它看到后面那个R 那个R 链上的东西是清水性 还是清油性 不一定 所以蛋白子有时候它会清水 有时候清水 不一定 不一定 它有时候会切上 台语战上别的东西 我们讲是婉姬 婉姬是忠诚 但是婉姬的时候 看来可以接别的东西 有 它可以接OH 它可以接更多多耳朵 所以它结构是不一样的 那这时候它有时候清水 有时候清油 所以蛋白子它本身的结构很特殊 我刚讲说 它清的那个球蛋白也会很特殊 所以我基本上 我的要通过它 我可能这形成之后 它可以形成一个 洞 也都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特殊 让我的外界物质 跟它配合 只有这洞长这样子 我一定要长这东西给穿过去 对 它就给让特殊的分子 穿过它的蛋白质 就是传统 好 那是传统的 你这个蛋白质 在这个细胞膜上面的特殊形状 可以让特殊的分子 穿过蛋白质 懂意思吗 所以它就可以控制 细胞里面的重要成本 它会控制蛋白质 那边说 对 那边说 那边说 你不能说 你不能说 那什么的物件 是形成成 代理出来 例如人类的事情 嗯 为什么人类的情况 真的好在这个 是 这个 呃 呃 加一点 可以加一点 这边有问题 但是在讲说血型这个细胞 不同的血型 它上面的荡荡感长不一样 它只要是讲经历史 用平时A型的血型跟B型的血型 它上面所连接的荡荡感不一样 所以它可以进去的东西 应该不是 它进去的东西不一样 是说 当然经历的东西也可能不一样 但是糖荡白的比方是 它的这个糖分子 就是这荡白皮上面结了一个糖分子 可是这糖分子到底是什么样的结构 它绝对是血型的准备 这不同的糖荡白 结在这个血型的细胞膜上面的时候 它形成这个血型的特征 就是说这血型 这血液上面的细胞膜上 攀上去的糖浪白的种类 决定这个血型是什么种类 还有是 糖浪白有 有不同种功能 它有的功能可以解释你的细胞 会用的什么 有的功能可以控制 对 反正是两种不同的东西 就是这个细胞膜上面 攀上去的东西很多种 有些是一般的蛋白 有些是特殊蛋白 有些是鸡蛋 可能很多看到什么东西 这是血球的蛋白 血球的细胞膜 跟我肌肉的细胞膜 跟我血管的细胞 它表面的看中性是不一样的 我懂你吗 每个细胞 我的心脏也有很多细胞吗 我心脏的细胞上面所看的东西 跟你血球上面所看中性的不一样 有 它有变式的功能 那我先是A型的血型 我的血型上看糖大白 我会把糖大白辨识他的血型 我会是这样的不分 对 我们现在是这样的血型 那你血型不同 因为很多血型不同 它会有排斥现象 因为你的白血球 认识这个你的血型 那你的血型不一样的时候 它白血球会跟鸡血型 种族血色 我讲的 一边换血一边进血血 一边抽血一边进 注射血液的话 我可以搞我 原本从毛病血型变另外进血 没有办法 不太可能 那我器官还是不行 因为那个血型跟你的DNA有关系 所以跟DNA抽不掉 你自己造的形象 还会是那个血型 我们刚才讲的 你一个细胞在注射过程当中 它就比你的DNA长成要的样子 所以你会长成那个糖感感 就是你的特殊形状 那如果按照我刚刚做的话 我会挺难的 你的白血鹅就把你的红血鹅都吃掉 是吗 对啊 因为它不认识它 它只有跟它敌人 所以 你一直在抽 然后你还把新的给干掉 你出生的时候 你出生的时候 你的白血球就已经跟你的 那如果换白血球呢 你白血球怎么可能全换掉 因为它是从骨髓一直长出来 先化疗色掉全骨 你的血液是从骨髓 有这样的说法 就是说 反你骨髓的造血细胞全部是沙子 打击新的骨髓 让你强行展现新的造血细胞 成功过吗 有 我不想成功过 但是我在影片上看过 这是一个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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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简单 全部都是沙子 好 看电视泡片 好的 好了